你可以一辈子不来苏格兰 但是你祖宗八辈都离不开苏格兰 我今儿先来一段 你看值不值得打个飞机 6月26号北京到爱丁堡的直航开通 先说看病 苏格兰人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 医学上的麻醉剂 胰岛素 催眠术 治疗瘧剂 诊断白血病 大到透析核磁共振 医用超声波 小到生理盐水 针管 还有颠覆基督教的克隆扬多利 就诞生在爱丁堡 再说生活 苏格兰人创立了银行 自动驱管机 自行车 橡胶轮胎 百油马路望远镜 万花筒 彩色照片 明信片 油票 雨衣 雷达 雷管 收割机 苏格兰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热水瓶 电话 电视 电冰箱 冰球 高尔夫球 你喝完苏格兰的威士忌酒 就对着苏格兰发明的冲水马桶 一顿输出 再说文化 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学 休莫的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 达尔文家族的进化论 马克思维的电磁理论 数学上的小数点和对数 还有大家喜欢 JK罗林的哈利波特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 金银岛 小飞侠 彼得潘 走的时候 别忘唱一首苏格兰民歌 友谊 第九天唱 6月26号到10月8号 东方文明古国和西方现代文明 直接连线 找点空闲 抓紧时间 带上孩子来苏格兰看看 我 还有什么